你好 生活王賴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阿亮大師 我們來分析國際局勢 我們先從加薩走廊最新的進展來看 就在星期三的深夜 已经有战车坦克车开进了加萨的北部 据说炸了哈马斯的副情报高官 这个算是地面行动吗 还是特殊地面行动 算可是他是用装甲部队进去 步兵还没有进去 所以是坦克车算是局部的地面行动 他就是要把地形地物先 摊平 这样步兵进去才不会变成巷战 所以这个代表就是步兵即将进去 地面行动即将展开 不步兵一定要进去的啦 不然你怎么做有效的扫荡 可是这个就会减少你的伤亡 就到时候对方就没有建物可以做屏蔽 那巷战的规模就不会那么严重这样 所以这是巷战前的钳制准备工作 可以这样说 可是我是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没有其他的地形地物 因为建物是一种 你地面上看得到还有地底下的 地底下那个没有办法抓啦 因为他可能会去灌水泥啊或灌水啊之类的 那我是说有没有像阿富汗那样的丘陵啊 那那也是一种地形地物啊 那如果是 刚才知道City我估计就是平的啦 那这样他就是把建物给推翻 那基本上步兵就要进去了 下个阶段会看到就是真正的这个国防军进去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美国 不这个也是国防军啊 这是装甲兵跟步兵啊 他在车子里面嘛 在坦克车在战车里面嘛 那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就是说 美国现在对于这个加刹手王对以色列的这个支持 好像有了新的论调风向有点转 就是他现在支持两国方案来解决争端 就是中国之前一直在喊的两国方案 那你也不能够说以色列从来没有人支持啦 是纳坦雅胡 消极啦 纳坦雅胡事实上也没有说过他反对两国方案 他只是 大家都知道他是玩假的 那他摆明的就是要让 囤梗区越来越 快速扩大 事实上囤梗区一直都有 那只是 过去是走走停停或者是速度很慢 那在纳坦雅胡他执政的期间迅速扩张 所以才会引起很多的反弹嘛 那纳坦雅胡他是没讲啦 可是给人家感觉他就是 包罗斯坦你顶头就是我里面的自治政府嘛 那主权只有一个嘛就是以色列啊 给人家感觉是这样啦 因为他连耶路撒冷首都都给人家吃掉了 那约旦河西岸 目前约旦河西岸跟囤梗区还有加萨 有人估计过以色列建立的囤梗区已经高达250个 那因为我跟张良任大使有联系啊 他以前是以色列大使啊 他说他在任的时候只有140个 倍增耶 然后我看到的最新的数字是68万人 那过去我看到的数字就是张大使那个时候 大概是就是约旦河西岸大概是32万 然后加萨大概是4万 所以36变成68哎你去想一想 所以所以纳塔尼雅胡非常清楚嘛 他甚至那个还有囤梗区的政党 事实上就是在他任内出现了囤梗区的政党 那囤梗区的政党比他还要有 因为他当然就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啊 那普遍他们有建立国民警卫队 而且每家户都有发枪支啊 那这一次那个因为哈马斯突袭嘛 所以那个国民警卫队又再加发一万支枪 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个态势下去 这个囤梗区早晚会发展出民兵啊 那那个就复杂了 那这里面就因为 因为以色列的军方里面也有优异的势力 所以他们搞不好会跟囤梗区结合啊 就坚决不让啊 那到时候你两国方案怎么弄啊 因为 他那个约旦河西岸的囤梗区并不是很明显可以花一条线 所以以上就没有 以下就有 不是这样 他是散落 散落 对 散落在各个地方 所以 以巴勒斯坦要建国 我没有土地了 当然现在还是有了 可是比较好的点都被抢了 那这个当然就是 拜登其实提出说他支持两国方案 问题也没有解决 他是说假的还是说真的 百分之百是假的 又是假的 因为这里具体牵涉到的是 你先废除川普那两点承诺嘛 因为那两点都违反联合国决议啊 第一个是 以色列怎么可以以耶路撒冷为全首都呢 因为东耶路撒冷的人口 巴勒斯坦人是占了34万 以色列只有12万 有犹太人啊 只有12万 那你凭什么把东耶路撒冷吃掉 那你先从东耶路撒冷撤出嘛 那第二个就是屯肯区嘛 就是联合国就认为 1967年之后是违法的嘛 那他那个新增的这些你怎么弄 要不要撤出 所以美国基本上是没有实质方案的啦 那川普时代那个Kushner 曾经去谈过一次 他也不是跟巴勒斯坦 就是跟以色列 那Kushner就是说 到此为止 那意思就是到此为止都合法嘛 这个巴勒斯坦人 不是1967了 是这个 是啊 他去的时候大概是2018吧 2018 那人家不可能接受啦 不可能啦 所以我认为只要你不往前 就是说有诚意的愿意把屯肯区缩小 那至少要把首都让出 东耶路撒冷 那基本上就无解啦 就是空的啦 而且尤其是首都啦 因为东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的圣地啊 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 很多宗教的圣地啊 那你凭什么给人家独占 所以除非美国提出就是说 针对耶路撒冷他有新的方案 他不可能提嘛 他不可能提 他就是犹太人控制的国家 你怎么提啦 你应该说 川普之前 他们不动 那这样还是聪明的 就是说他是以 这个不要破坏现状 那你那个自己去屯肯啊 你就不要张扬啊 你不要把它当成主权问题 还有合法问题等等啊 那你川普既然已经把它拉高了 说那是合法的 而且我承认你的新首都 而且美国大使馆已经从特拉维夫 签到耶路撒冷 你怎么退 不可能退了 不你退就是 直接跟犹太人对干嘛 谁敢啊 所以讲这种都是空话啦 你要讲出实质内容嘛 就是你要不要把川普原来那个政策推翻嘛 因为拜登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处理嘛 你是民主党耶 照理讲 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反对川普这样做啊 那结果他当总统之后两年了都没有处理了 所以这个本来就是个窝囊费嘛 我讲过很多次了啦 就是他对川普所留下来的政策 他基本上都没有动啊 包括贸易战啊 科技战 科技战还更严重 对不对 那这个中东政策也是嘛 就是基本上 他都没有决心去处理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个窝囊费啦 就是这样嘛 那他无能处理会让这个问题继续持续扩大 他本来就没有要处理什么无能处理 他不是没有能力 就是嘴巴讲而已啊 但是他这么讲就是要叫大家说不要 那没有人就会相信嘛 没有人会相信他 对啦 没有人会相信他 但是问题是现在当这一个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真的进入加上 他也不管啊 对 我说进去之后 然后他真的就留下来了 就继续再继续 所以我就说 大家都在等美国的具体作为嘛 嘴巴讲的算什么 你的布林肯就讲不出你这个话嘛 因为你的布林肯就是犹太人嘛 所以有他那个布林肯嘴巴会讲 美国支持两国方案嘛 那他就说嘛 他在联合国说啦 那他就提出他的方案嘛 就怎么支持嘛 你的方案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嘛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还有阿拉伯国家 事实上 阿拉伯的和平倡议 这个我们讲回到1967 这也不是中国跟俄罗斯发明的啦 这个是2002年 阿拉伯国家提出来的阿拉伯倡议 叫阿拉伯和平倡议 他的内容就是 就是领土回到1967年之前 所以中俄只是接受他们的看法而已 所以你美国应该要问自己嘛 人家2002年就已经提出来 现在21年了 对不对 所以至少中国跟俄罗斯的方案是说 回到1967年的那个时间点的两国方案 那美国 好那美国的方案 美国两国方案是回到哪里 回到2018还是回到2012 他如果有所谓两国方案的版本 就是回到 就川普提的是2018的现状嘛 对所以如果他提他的两国 心理想的两国方案是2018的两国方案 你们发现这个争议跟俄务战争很像吗 乌克兰怎么可能接受现状 对不对 那就除非他认输嘛 对不对 那 坦白说阿拉伯国家整体的力量是越来越强 他怎么可能接受 因为人家越来越有钱啊 就会开始买现代化武器啊 对不对 那你乌克兰对俄罗斯那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 坦白讲很多欧美国家都在等乌克兰认输啊 所以你要不要就顿巴斯就认了啊 那另外赫尔松杂伯罗斯还你 就承认现在的现状啊 也不是现在 新现状 你至少承认一部分 至少你这样才能谈嘛 可以谈判 对啊当然是这样啊 那阿拉伯是 坦白讲阿拉伯国家也知道不可能退到1967了 可是这个就是一种方案 也是一个谈判嘛 对那以色列当然就是临让步嘛 那你就要有方案嘛 他不只是临让步 他搞不好还要更进一步 是啊是啊没有错啊 尤其是纳坦雅胡 如果纳坦雅胡继续执政就是继续扩张啊 对啊 甚至趁这一次的机会把加萨也一起囤肯 呃加萨美国真的是反对他占领啊 所以 我认为他没有这个胆子啊 你说纳坦雅胡不敢在美国的反对之下 不敢 我认为他 不美国在安理会给你通过决议看你怎么办 嗯 以色列如果美国 支持安理会或不投否决票 以色列你就完蛋了欸 所以美国是有绝对筹码的 啊 就是他不敢啊 我跟你讲他绝对不敢啊 因为 安理会只要通过说派出和平部队你就挂了 对 你能不让进吗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他比较倾向的应该是 他扫荡完之后 因为他的第一阶段叫扑面哈马斯嘛 那第二阶段叫扫荡零星势力 那第三阶段就是成立安全政府啊 可是依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 我认为那个政府不可能由以色列来号召 巴勒斯坦人参加啦 因为你很容易被暗杀了 你就是巴尖嘛 连巴勒斯坦支持政府都不敢过去啦 所以你势必要交给联合国 又交给联合国 不然怎么弄 不然你没有办法建立政府啊 那联合国可能就会介入 然后 联合国介入可能维持一定的秩序 然后就 请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来协助建立这样 这可能性只有可能是这样 不可能是以色列自己交给你啦 那你就是汪金卫啊 怎么可能啊 可是我认为你要走到第三阶段 几乎是不可能的啦 因为第一阶段就打不完啦 会拖很久 打不完啦 你以为哈马斯是 在家里等你来啊 就是分散在各地就对了 而且他是游击站啊 他就随时从山洞再冒出来啊 所以等于是 他那个地道啊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照片 他那个地道 据俄罗斯的情报 是30到50米深耶 我挖这么深 超过10层楼耶 那个研盘很坚硬 你要知道他这个地道的来源啊 这个地道不是战争地道啊 你不要搞错啊 这个地道是 几十年加薩走私用的 所以是商人盖的 那走私就是什么埃及走私啊 所以这个是历史形成的啊 就是当年就是这个地方 有点乱嘛 那他们是走私东西用的 走私的安全通道 对所以 绰号叫加薩地铁啊 地铁啊 至少没有地铁啦 可是有些地方宽到车子可以进去啊 所以 就你以色列怎么面对这个地道 有人就讲说 以色列搞不好 引进海水来灌水这样啊 可是经过这么多年 我认为一定也会有那个水闸门啊 对就是有防止水会全部漫延的 对就跟潜水艇一样 安全设施 对潜水艇跟军舰都会有一些安全设施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简便就是 以色列就想说把那个地道入口用水泥给封掉 因为他不知道他不敢下去吗 你敢下去吗 石层楼耶 你下去搞不好就被掛 而且还出不来了 因为对方一定比你熟嘛 所以你很容易在里面阵亡啊 还有很多陷阱的设计很有可能 一定有一些暗道啦什么的啦 那你就想一想那个马利乌波尔就好了 马利乌波尔当初 亚述营往下是六层 一个钢铁厂 那俄罗斯那个时候当然有比较复杂的考虑啦 他想要 因为那个钢铁厂是全俄罗斯最大的 所以他想要保留那个钢铁厂 他想说我占领之后还可以用 所以他就一直没有用重磅炸弹 可是他就在那个地方造成很大的伤亡 因为你很容易被伏击啊 而且他也围了很久 三个月 然后后来不是建立安全通道吗 让里面的民众离开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整个马利乌波尔人口只有六万人 加薩走了 加薩的人口是237万 而且他的这个地道的范围 复杂程度远超过马利乌波尔 马利乌波尔人也不叫地道啦 就是说他是一个钢铁厂 至少是一个定点 对 那加薩这个你怎么知道人家走去哪里 他赶快就跑去南部了 那等你松懈了他再冒出来再射你一个火箭弹 或丢个手榴弹 对不对 所以 你觉得第一阶段要完全的扑灭哈马斯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兼具的事情 不是非常困难啊 是不可能 不可能 那这样子会进入第二阶段吗 不会啊 所以就一直卡在第一阶段 是啊 所以纳坦雅胡就一直借着这个战争 巩固他在国内的权力 他也不想接受 他就继续执政了 因为 事实上以色列人有一个默契啊 战争结束你就下台啊 所以战争不结束 战争不结束对他有利啊 那战争结束我认为 我一直认为啦就是 以色列地面部队只要步兵开始进入啦 那死伤一定会很严重啦 我认为除了地道的不可测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国际恐攻的不可测啦 那所以西方不可能在那边坐等 不可能让你打一个月啦 不可能 他们一定会强制介入要求你结束 一定会这样 不然不可能 拜登干嘛讲这话 拜登讲这话就是说 以色列你不要那边 以为我都被你牵制啊 无条件支持你 我两国方案到时候就去跟中国俄罗斯去谈内容 嗯 因为他现在没有内容嘛 我当然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威胁的作用 就是说 以色列你不要以为我两国方案都不能不能谈啊 因为我也要跟沙特维持好关系啊 那如果这些阿拉伯地区的有钱国家 或者是跟美国关系比较好的国家 都已经火大到受不了 这很多啊比如说卡达啊 沙特啊阿联酋都是嘛 还有越旦 对不对 他们一定会去抱怨的啦 所以以色列这样干你美国怎么还不处理啊 然后到时候会有国际恐攻啊 然后沙特 那个加沙就不断的有残酷的照片出现嘛 舆论的压力 像我有几个军方的朋友就每天寄给我那个 惨不忍睹的录影带啊 那表示到处都在流传嘛 因为连他都拿到了 连同时又寄给我 那个死亡真的好多小朋友 对啊就看到你看到小朋友 然后这个手段小段在医院 是啊李俊想一想嘛 他到昨天为止已经死了6500人 那其中儿童有2500人 这谁受得了啊 这个我认为国际不可能接受的啦 这个事实上已经就是准种族灭绝啦 就以色列已经不是在打一个合理的智慧战了嘛 这哪里是智慧战 儿童2000多个 他们能打仗吗 那小朋友看起来可能都不到6岁 所以这个太过分了啦 这个就是种族灭绝嘛 如果你美国连这样的行为 你都不认为是种族灭绝 那你还当个什么老大笑死人啊 对不对 但是美国的犹太人压力很大啊 比如说 这一个土耳其的爱尔敦 才说以色列是这个杀人犯 听以色列的人都是杀人犯 结果你看这个土耳其的股市立刻 封叠 这应该也是 这也没什么 土耳其本来股市就很差 所以被吓一下合理的 我说犹太人的政经势力 可是犹太人是分裂的啦 你也不要以为美国 事实上闯进去国会 那300个大部分都犹太人啊 他们是左翼啊 我认为 有左有右 这种画面 如果连我都收到犹太左翼一定都有 他们认为太过分了 可是犹太右翼势力比较大 还是左翼势力比较大 不一定 很难讲 不一定 因为华尔街 华尔街的金主当然很多是犹太裔啊 可是他们不一定支持纳坦亚乎啊 他们支持以色列 可是他们认为纳坦亚乎这样会害到以色列 我认为 真的就是让他去盖下去 以色列会很伤啊 因为这个国际孤立啊 还有对于你这个国家 做事情可以做到过分到什么程度 人家会对你重新评价 这个事实上对他并不好 那只是说 现在这个声音还没有开始大量散发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取决于 哈马斯在地道的抗拒能力 还有取决于国际恐攻的 这个造势的能力啦 大概是这样 因为目前 周边的那些什么黎巴仁真主党啊 即使开闭第二战场 我认为能够造成的作用也很有限 就是如果还是局限在这个中东加萨这个地区的话 他的发散力就没有那么强 让恐攻在欧洲在其他地方出现 然后这些犹太人看到了这个战争的画面 小朋友被屠杀的画面 那引起了国际的反应 现在那个政治仇恨杀人已经开始出现了 可是那个还不叫恐攻 恐攻是针对一个公众场所 无差别 对对无差别 那个 政治仇恨杀人也无差别 那可是已经发生了 已经有一些人就是被杀死 那因为他不是恐攻嘛 所以还没变成一个很大的事件 那因为过去曾经发生了一大堆事情 比如说捷机啊 地铁啊 百货公司啊 酒店啊 还有像甚至哈马斯突袭音乐会 对不对 所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那在联合国的这个角色 你说最终可能就是当 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进入加薩走廊之后 最终只能是由联合国介入 来暂时处理这个 假设是这个方案的话 那现在在联合国当中 中俄美国完全是站在不同的 上一次 不 联合国不能介入啊 现在 因为互相否决嘛 对 那但是未来 可能也只有这个方案啊 没有未来就是让以色列撞墙啊 撞墙 哪里需要联合国 你就去撞墙啊 本来政治就是这样嘛 军事啊 不是政治啊 军事就是 以力取胜啊 对力量只能够用力量平衡啊 你讲凤凉话有什么用 所以我对拜登不灵感讲 我从来不听啊 那都是屁话嘛 有什么用 那巴西提那个案 我觉得非常合理啊 就你给人家否决 然后你说哎 你没有讲以色列的自卫权 请问什么叫自卫权 以色列到目前死不到2000人 你杀了对方6500人 这叫自卫吗 不然你定义给我听嘛 什么叫自卫嘛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 你这个时候还要去谈说啊 法律的定义啊 外交的压力啦 那人群众上街头的道德谴责啊 这都没有用的啦 就只有力量能够制衡力量嘛 那中俄的力量跟美国的力量 这个不是力量嘛 这也只是 这是外交嘛 这是外交 因为他要通过决议安理会才能出力量嘛 因为安理会有和平部队嘛 所以我说这个是在谈军事问题 所以你就要回到军事本身嘛 就是就像中共一样嘛 中共当年说412被上海被清党 死了一堆人对不对 死了十几万人 最后就成立红军啊 因为对蒋介石没什么话好说啊 只有红军是实在的啊 这是完全一样的问题嘛 所以你碰到的就是这样的对手吧 那你在跟我讲外交 讲道德谴责 讲法律的定义 讲这干嘛 没有用的啦 打了就有用 本来就是啊 所以就是 哈马斯的地道的抗拒有多大 然后你周边的民兵能打到什么程度 还有联合国恐攻 这个才构成真正的制衡嘛 不然没有人抓得住以色列啊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头已经都是 军事力量 不是军事 来较量了 已经没有什么外交斡旋的空间 因为美国被绑架嘛 或者说 美国到目前为止还不想 不想转弯嘛 那你碰到以色列跟美国联手 中东地区谁打得过啊 军事力量现在是他最强 当然是啊 而且差距 差距极大 差距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啦 大概就是 一个大学生对一个幼稚园这样 差距极大啦 对了吧 就是 他连空军都没有嘛 什么 连装甲车也没有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突击队了 就是这样嘛 那这个军事力量就是说 以色列跟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已经强到跟其他人比起来 有这么大等级的差距 所以就是他们会打到最后啊 不一定啊 所以他的力量还是有外部的力量 来让这个军事力量比较大的这个美国 他必须要走的 美国所以 为什么美国会需要王毅去美国啊 因为他要拜托中国 叫伊朗不要介入啊 所以美国还是担心 真正的国家介入嘛 因为现在都是民兵嘛 黎巴嫩 这郑主党也是民兵啊 那叙利亚的盛成旅也是民兵啊 越门胡赛武装也是民兵啊 你民兵再怎么打也打不过正规军啊 就是国家啦 那他周边的国家都是一些软脚虾嘛 没什么用嘛 所以他是怕更远的大国要介入嘛 那是指伊朗嘛 当然是伊朗嘛 那伊朗美国有在怕的吗 呃 伊朗 伊朗打会有一些美国想象不到的意外啦 比如说我把赫姆斯海峡给堵了啊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原油经过这里啊 那你国际油价立刻飙到150 你拜登受得了啊 就他有别的筹码啦 而且这个时候俄罗斯一定挺他的嘛 所以 而且伊朗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攻啊 他是高原嘛 所以你从阿拉伯这边 去打伊朗等于是往上打 所以你顶多做空袭啊 可是他是高原国家嘛 所以他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山谷里面 你也打不到 就是这样啊 因为伊朗从1979就跟美国不好了 现在已经44年了 美国为什么从来没打过 他是越来越强大 那之前你怎么不打 因为没有办法打嘛 我讲白了啦 有很多国家啊 你之所以没有打 就表示你没有办法打啦 不好打 没有办法打啦 完全不能打 赫姆斯海峡你怎么弄啊 三分之一的波斯湾的 全世界的游有三分之一 一定要经过赫姆斯海峡 赫姆斯海峡只要集成两艘船 就堵住了 就跟苏伊士运河一样啊 你有替代品吗 你找不到替代品嘛 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到替代品 那伊朗是一定干这个事的啊 因为赫姆斯海峡中间的两个岛是在控制的 他先拿下那两个岛不行吗 没有办法 你要拿下来的同时他就沼子 已经沉下去了 那你要把他拉走 已经不知道多久的事情 没有办法拉 没有办法拉啦 因为你要施工嘛 所以他有天险 你施工船不可能是军舰嘛 你施工船进去他就把你炸了 再更多船程在那里 所以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啦 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嘛 所以我跟你讲 还有北韩有核武之后 美国怎么不打 我跟你讲 有些国家里是没有办法打的啦 就是 金正恩当然是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才拼命做核武嘛 那一般估计 金正恩有30到50枚核武嘛 你敢打吗 我即使设美国不一定设得到 我设日本可以吧 我设日本跟韩国的美军啊 那一定中的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打嘛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在听说 美国要怎样怎样 你说你在讲那边空话嘛 或者是我听伊朗说他要消灭以色列 那也是空话 因为以色列有一百枚核武欸 你怎么打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什么东西是实在的 什么是虚的 什么是实的 什么只是恐吓 了解 真的会发生 对了解一下 真实的状况你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说 军事力量 美国 为什么要拜托中国 不然那个罗森伯格来台湾干嘛 他来就是在敲台独一棒子啊 第三次来 我现在正在拜托中国 对 所以他等于就是向 王毅示善意嘛 说你不用担心台湾的问题 我帮你处理 那这个动作当然不利赖清德嘛 对不对 那 谁叫你菲律阵营搞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不然今年选举是 非常不利民进党 啊 可是 那 王毅去 那 布林肯就拿出这个当成绩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罗森伯格是布林肯的人嘛 所以那个动作太明显了 所以 那布林肯就是要跟 王毅讲嘛 说伊朗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劝一劝嘛 所以主要是谈中东问题 这一趟王毅到 他有讲区域形势啊 区域形势 管毅讲当然 中东 俄乌 台海 南海 但是最迫切还是中东 当然当然是 所以主菜可能是这个 就是希望你拉出伊朗 就是这样 那这个 另外当然拜登跟习近平见面这件事情 也 应该也是 应该确定 也是确定了 那包括像加州州长跑到 这个 这也是民主党啊 对我就说跑去 然后习近平这么热情的接待 对这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为他并没有这个行程 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作为 是可以理解啦 第一个就是 连续释出善意嘛 然后加州 加州已经是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 你知道吗 加州 那 以加州这样的体量 他跟中国大陆要合作气候变迁的议题 那空间是非常大的 因为加州本来就比较重视这一体 那他也有经济的实际 他有矽谷啊 对不对 那有这么多的VC 所以 那 newsens他就带他去看中国发展比较好的电动车啊 那不是一座比亚提他说他要买两辆 对不对 那搞不好就帮 这个比亚提落地加州找到一个机会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不加州你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这个很高科技的经济体啊 不是一个美国的其中一个州 他可能 不因为习近平讲了一句名言嘛 他说中美关系关键还是在民间嘛 不是吗 那你美国政府如果这么折腾 那就算了我跟州政府来往可不可以 这也是政府啊 不不一样 因为州政府不需要考虑冷战 不需要贸易战科技战 不用考虑 不是他的层级 贸易战当然要考虑啦 那是国家政策嘛 我是说他不需要去考虑政治军事啊 政治军事的竞争 不在他的范围内 没有关系啊 他民主党欸 不管他是州嘛 州要处理的就是经贸 社会交流这一类的 那不会被美国认为说这个变成一个破口吗 变成一个中美对抗的破口 不会因为州真的有这个权利 这个就好比冲绳 那个 那个 玉成丹尼不是去访问北京 日本不能阻止 因为那是他的权利 地方自治权利 对不对 这是冲绳的特别权利 因为日本对冲绳只有管辖权 没有主权 所以他除了政治军事之外 他有外交权 那美国给予州的外交权 是具体的 就是除了主权的事项 什么联邦的政策 政治 军事 之外 州可以自己谈的 州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签约的 只要没有违反联邦政策 所以 他是有外交权的 跟我们现实不一样 所以他能做的事情不少 非常多 非常的多 而且这一次这个APEC就在 就在洛杉矶 就在加州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这样 就是东道主来邀访吗 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也考虑到 就这个人未来还是有可能选总统 那 虽然他现在 民调也不好 因为他曾经被罢免 那时候伤了元气 可是 他的民调大概是10%左右 所以你也不能说 10%有点低欸 不能是这一届啊 那这一届是因为你要跟拜登比啊 对不对 那 他在民主党 至少也是前三号的人物啦 以目前讲 而且又年轻 有未来性 值得经营 那王毅这一趟 当然主要中东的局势 可能是美国最希望 中国能够出手协助的 而且我觉得 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所以 尽管何立峰没去 王毅还是决定去了 对 因为照理讲本来比较顺应该是 何立峰先去谈经济嘛 可是现在中美的经济 看起来是更 更对立了 比如说人工智能啊 然后中国管制石墨出口啊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王毅为什么还是要去 因为这个问题不处理还真不行 不行 那他能给他什么具体的承诺跟协助 要看你美国怎么说啊 因为中国一定会跟他讲 你两国方案要有内容啊 哦就是说你至少讲清楚 当然啊 你支持两 美国先释出说我支持两国方案 呼应中国 对 那问题是中国会问你说 不是呼应中国是呼应阿拉伯国家啦 阿拉伯国家 两国方案是2002年就提出来了 那中国在这一次的中东的危机当中 不断的提到这件事啊 是 表态中国的立场就是 中国本来就支持阿拉伯国家 事实上他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啦 可是 区域矛盾他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两国方案嘛 那个叫阿拉伯和平倡议 至少是联合国背书的啊 对啦 没有错啦 那俄罗斯也是嘛 所以 中国大陆也不会把他理解成说你呼应我啦 不是啦 我们都是呼应阿拉伯国家啦 因为那个是联合国决议嘛 你要有一个对应就是我们都回到联合国嘛 可是如果他现在连这样子的一个呼应都不出来的话 中国怎么跟他谈 根本没有一个切入点可以谈进去啊 所以中国大陆可能也会问他 你认为以色列 你倒到哪里你要制止嘛 因为现在谈两国方案还太远了 我跟你讲现在的情况是 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 你先停火嘛 那停火之后有安置的问题嘛 那最后才是方案嘛 就是我们最终的和平方案 所以那和平方案距离现在还很远 路还很远 对可是 你要有一个默契啦 就是我们要走到那里 所以你现在 我觉得他现在不会直接问这个问题啦 说 请问囤根去你要退多少 那还没到啦 还没到那个程度 对对对 现在只问你什么时候停火啦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你要让以色列打到哪里 那如果以色列坚持说 我要消灭所有的哈马斯 我才要停火 那你美国看着办嘛 我跟你讲这个美国已经 蓬勃在 今天是礼拜五嘛 蓬勃在礼拜三 就开始发出一篇文章了 这很耐人巡慧喔 他说以色列的政策在国际上得到反效果 他就直接下这个标题 那美国媒体而且是主流媒体 这表示人家 人家也不一定都完全一面倒了啦 就是因为 因为以色列这样干在国际的反弹太明显了啦 而且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都站在你对面 现在除了美国跟英国之外 连日本都不讲话啦 你可以看到G7喔 马克宏去就已经直接骂 开骂以色列了 马克宏去就两边做人嘛 我觉得马克宏就是一个转捩点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的穆斯林有840万 那你可以看到这次G7 意大利从头到尾都没讲话 那日本呢 微微的讲了一下之后就不讲话了 因为日本的原有都是从中东来的啊 他得罪不起啊 他考虑是有 是啊 那韩国也是一样啊 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就是那个英国 反正美国讲什么他就跟 还有加拿大 对不对 那德国是因为原罪吧 因为犹太人 其实只有这四个国家 其他国家事实上都 都开始保持距离 这个非常明显 这跟乌克兰战争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 你以色列一开始是受害者 那现在是加害者 所以整个形势在扭转 而且 你所打的军民完全不分嘛 这太明显了啦 这已经完全违反国际法了 所以没有人能帮你辩护啦 所以美国只能够在那边 像机器人一样在那边说 我们呼吁以色列要注意人道问题 就跟机器人一样嘛 他知道已经违反了啦 就是这样嘛 所以中国要你更具体的提出 如何让以色列停火的方法 当然是啊 那美国总是要面对这个疫情 我们玩政治的不会这样问 我们通宝直接问说 你到底要让他打到哪一天 打到哪一天 当然是这样啊 一定是哪一天 当然是啊 我们问问题哪有事 像你这样问 还要开放剧咧 我们就直接要 确切的东西啦 比如说拜登你下次见到以色列 就是问他说 那谈雅胡你什么时候要出来啦 就是这样问的啦 都是这样问的啦 没有人还要设什么条件 你又设条件 到时候他说 我条件还没达成啊 那就没得讲了嘛 他可以想尽办法 让条件无法达成 对 所以一定是斩钉切雷说 你哪一天要出来 一翻两瞪眼就告诉我 哪一天 当然是这样啊 这样才是把刀夹到你脖子上啊 就夹在脖子上 不要我就切下去了 对 就说你如果那天 你如果没有 你那天没有出来 对不起 我在联合国就弃权了 我说美国有这个杆 有他干过啊 他弃权过 不然怎么会过 我刚刚讲的1976年那个 1967年 不 1976年过 1976年 怎么会过 因为他弃权啊 就那时候挡不住嘛 你要得罪所有的国家是不是 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石油危机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 美国不会 美国就是跟以色列就是他在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筹码 他是有筹码的 因为联合国你非我不可啊 那我有时候就 我就弃权啊 那你再叫美国的犹太人来骂我啊 那已经也是弃权完以后就是了 可是已经既定事实了 木已成舟 对 就是这样 所以他跟以色列也必须玩这一招啦 不然跟犹太财团也一样 我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说 犹太的金主并不是都是右翼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把它理解为都是复国主义者 西安主义就是复国主义嘛 可是以色列还有左派 而且左派也直过正 像拉宾就是啊 那 纽约的犹太人大部分都是左派 所以你不要以为华尔街是西安主义 不一定的 西安教徒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啦 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派叫和平主义者 他是不能参战的 所以 犹太人其实多元很多元的啦 可是就是说 哈马斯来突袭 那他们当然完全一致嘛 他还是要救以色列啦 就是 以色列如果真的被打 他们都是救以色列的 可是你要打人家 这是不是太过了 所以 纳塔亚雅胡的做法 可能真的很多人 纳塔亚雅胡你知道在开战前 民调多少吗 他10月7号 他应该已经快要下台的程度了 29% 他 经过那个大游行 司法改革反弹啊 引起的游行人口是50万人 以色列才多少人 以色列的人口 如果扣除那个不完政治的 大概积极的犹太人口 大概只有700万 连续半年以上的示威游行啊 是啊 所以他的民调已经跌到29了 结果 10月7号突然哈马斯 结果是哈马斯救了他 也不是人救很久吧 还是要下台了 因为毕竟哈马斯这个空袭 你就是防御完全破碎嘛 光是这个军情没有防御到 你就要下台了 重大失职 对重大失职 以色列认为这个你要负责任 民调是94% 所以他一定要下台的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犹太人是很聪明的嘛 他们怎么会笨到一面倒支持纳坦雅胡 这不可能啊 所以看是什么时间点会有转折 那另外来看澳洲 最近这个澳洲先宣布要去中国访问 结果先去了华府 那这个拜登还提醒他说 你要对中国的说法要核实要信任 而且台海的稳定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澳洲这个做法 这个中国会不会觉得 你要来跟我谈和解 结果你先跑到华府去 很正常的安排 他本来就安格萨克森 难道你要人家忘祖吗 所以是北京要核实澳洲 不是澳洲要核实北京啊 没有啦 北京没有浪漫到 认为澳洲可以倒到他这边 因为他是AUKUS 他AUKUS并没有放弃啊 还有你去看他 那这个和解是 经贸上面 大家的和解 还有政治啊 比如说 有一些议题是有政治性的 比如说 达尔文港 中国的那个标案 你可以继续经营啊 澳大利亚说那个没有国安问题啊 那你说这个是政治嘛 是啊 那这个决议美国也不高兴啊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是在选择 他就觉得这个你要反对人家嘛 有点太过了 他就觉得美国你离那么远 你要鬼叫什么 那那个他就过了 那可是核心的还是美国啦 比如说中 美澳还是联合演习啊 南太平洋他还是当附近啊 买更多的巡弋飞弹 这一定的啦 这一点都不意外啦 那买这个也设不到中国啊 三百海里 他距离中国有五千公里 拜托 那这个到底要打谁啊 就是周边啊 感觉就是要打印尼啊 打印尼 你就要下印尼喔 不然这个是要打谁呢 不然就是中国军舰 如果来这边的时候 他做防御用的啊 这是个采购案 对 不是因为澳大利亚 那个地方没有人要打你嘛 所以我不知道你搞那么多军备 你是要干什么 像野纽西兰就早就看开了 人家每天吃奇异果啊 对不对 他叫他玩玩吴伟雄就好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最近哥伦比亚 那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这又是一个新的战果吗 这也不能这样讲啦 就是 你整个中南美洲都已经在 酝酿啦 比如说巴西跟 巴西老大啊 南美洲的老大都 都已经 都选边了 跟中国好成那样了 对不对 还有阿根廷 加入一带一路 那之前也包括智利 那哥斯大里加一大堆啦 那我认为 我认为中国大陆在 东南亚的RCEP 然后中东 不是跟那个海河会签 金贸协议吗 之后就是这里了 这里要搞一个 就南美洲啊 因为他们有一个单位 叫南美洲共同市场 哦 中国大陆可能会跟那个单位签啊 嗯 那你哥伦比亚 主要的经济 国家都已经 要跟中国签 贸易协定了 你怎么不 怎么可能不跟中国好 不可能啊 那美国应该会有一些动作 来阻止这件事情的 发生 这不可能 因为哥伦比亚现在是左翼 掌权啊 所以 他跟美国 美国关系还是很好啦 因为哥伦比亚跟墨西哥 反独都是美国在协助的啊 所以他们的关系 墨西哥就更好了 墨西哥事实上就一带一路 就保持 保持距离啊 啊 因为他还是美加末自由贸易协定的啊 那 哥伦比亚因为长期跟美国是合作的啊 所以你没看到 美国有很多哥伦比亚的演员吗 你这演艺圈满手的好 另外来看啊 就美国的国会最近有国防报告书 这个国防报告书呢 是把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军力啊 做很大规模的提升了 那中国认为说 美方过分夸大了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 这个核弹头 他是说2030会到1000枚啦 除了核弹之后还有海军啦 军舰啦 中国海军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强大 这是美国国会的国防报告书写的 那是没有算航母啊 美国有11艘航母欸 拜托好不好 所以他为什么一直长解放军力封 不算航母是啦 不算航母 你那个因为美国作战舰制造的速度太慢了 这是事实啊 那没有啦 因为他人家要管七大洋啊 分散 所以没有办法集中来 搞太平洋嘛 所以 美国事实上是有 因为那个帝国过度扩张 所造成的 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支持力道不够啦 可是 每一个地方的强度不够 这个问题是你自己造成啊 比如说你波斯湾地中海就一定要有军舰啊 有航母舰队啊 那所以他就认为那个是不是应该的嘛 所以那个不能够放到中国嘛 可是中国大陆不会这样看你啊 中国大陆还是要看你的总数啊 对不对 那如果就总数来讲 美国都是领先啊 所以美国的军力其实现在还是在中国之上 可是他要七大洋啊 这有什么办法 他的范围覆盖 对啊 中国大陆只要太平洋啊 而且 还目前只有到南太平洋啊 只有到第三岛链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人家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啊 而且 他真正要的是第一岛链嘛 美国确实有很多评估认为第一岛链作战 他会输啊 这总是有的啊 那可是这个不可能用到核弹啊 所以你如果扯到核弹 那就是 全球的布局了嘛 那终极作战嘛 那中国大陆本来大家理解的核弹数是300左右嘛 300到350 那美国就认为他现在有500嘛 500距离350也不会太远嘛 可是问题是他下一句 说2030会变成1000 中国大陆对这点就很有意见了 就是我速度没有那么快啦 或者我不一定会摆在这里啊 因为我可能还是以第一岛链为主啊 我不需要这么多 500就够了我为什么要1000是不是 他第一岛链的战争也用不到核弹啊 核弹 事实上大部分都用不到的啦 用到就完蛋了嘛 不是吗 所以 有就好摆在那里要 金针 只有一几颗也是可以下层 以色列就是这样啊 有些人认为以色列有一百年啊 所以 这已经确保 他不会被灭国了嘛 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中国大陆他的目标就是 他预期未来十年内第一岛链 一定会有冲突啊 因为他要处理台湾问题嘛 那可能会有其他域外国家介入嘛 就是这样啊 那 他现在只是 比如说他现在在做的东西嘛 你可以看到嘛 两栖攻击舰 两栖登陆舰 通通都是为了台湾啊 事实上他最近在做的军备有很多 大部分还是针对台湾啊 当然有一些不是啦 比如说射程比较远的 超高音速导弹啊 对对对 可是有很多 基本上就是 台湾问题他用得到的啦 所以所以美国 美国中国当然就认为他胡乱编造嘛 因为有很多就是被吹牛 可是这个没什么 因为 这个中国军力报告是每年都会出啦 那都是外包让人家写的 那 那每次都要 这个夸大其词啦 为什么 因为他出的时间大概都是9到10月 我知道要预算了 对 我就讲说中国现在很厉害 然后很强 要下国会的 对所以我这里一定要增加预算 对因为他 追得上 那一本根本就很少人会看完 每年都超来超去 那可是前面会有一个摘要 摘要大概几页 那国会员真的会看 看到他会怕 就说中国现在这么强 对对对对 可是这样子美国人不会觉得自己被中国追上赶过 因为美国人 反正要钱比较重要 美国人 我跟你讲 没有人可以想像有人要打美国啦 这整只匪夷所思嘛 对不对 你应该 人家在想的是 美国会不会打我啦 谁在想谁会打美国啊 对不对 没有一个计划会去攻击美国 那个都是终极计划啦 就是说你如果打我那我当然要打你啊 这个本来就合理的 就是防卫 比如说中国大陆 我就有听到一个朋友讲说如果 美国介入太野战争那真的是出手了 就是美军打解放军 那我那朋友就说那 那他就会去炸掉日本跟韩国的美军基地 我说你想的太美啊 他就直接打美国了啦 攻击本土了 当然是这样嘛 因为你美军都正式参战了嘛 对嘛 那因为我要让你缩手 我干嘛打你的基地啊 我直接打你本国啊 我的飞弹又不是飞不到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的思考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要参战 那我就直接打你 因为他把台湾视为他的本土啊 我才不会去处理你的什么 韩国日本的基地 我还要得罪韩国还要得罪日本 我干嘛 我直接得罪你就好了 这样日本跟韩国还不一定会参战 对对 怎么会坐在旁边看 当然是这样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你是不是脑袋有动啊 我说对于我们这种 学谋略的人来讲就是 你介入那我就打你啊 那我们单纯啊一对一啊 我干嘛把日本韩国卷入啊 对不对 你这个格局比较高 这也不是格局的 这个就是学过兵法算一算 就知道这样打比较有力嘛 就这样嘛 不过最近这个俄罗斯 呃 国会通过了这一个 就是废除那个核试报的相关的 就开始做核攻击能力的演习跟演练 现在啊 因为俄罗斯常常会做出一些 全世界只有他有的武器啊 你知道吧 所以他要试啊 所以他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试验 试报 对啊比如说他把核弹 装在一些奇怪的载体上面啊 比如说就有传出他巡弋飞弹 有核弹头啊之类的 那这个听起来就快要昏倒了这样 就是他常常会有这种东西啊 比如说匕首导弹 匕首导弹理论上可以装核弹头的 那那个是超音速的 你怎么弄啊 那他就给你弄到 加里林格勒啊 我就派过去了 还有给你派在白俄罗斯啊 就这样啊 然后匕首也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 对啊那 匕首导弹他可以不装核弹头也可以装 那你就不知道他装了没有 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常常 因为他领土太大了 所以他常常就要做一些奇怪的核武器 实验 不他也没有真的释爆了 他没有真的释爆 没有啦没有啦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说 不因为那个停止释爆各国都签了 他现在就是说他不要遵守了 不用遵守了 是啦可是你说你真的要爆炸吗 这个难以想象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就是说 俄罗斯是唯一的国家 他不断的在精进核武器的战术使用 他一直在精进这方面 意思就是他真的要用 事实上他精进到什么程度啊 我告诉你啊 这我后来看了一些文献我都快要下呆了 比如说他就 他用一个极小当量啊 他把那个原子弹用来建设你知道吗 比如说他要建设 比如说他要挖水坝 他用原子弹去炸 炸出一个大坑了 他不怕有辐射问题 对对对你这个是好问题对不对 那结果那个发明人就跳下去那个水里面 在那边游泳 所以你看很安全 我这无辐射的原子弹 他算过 他算过 就是说我可以到很小的当量 那 对人体无害 所以他大量使用 你这个在全世界 有这种核弹 全世界就只有他这样干 就是 他不是用核弹 因为核弹有核辐射嘛 他用氢弹 氢弹 氢弹没有辐射 那他就氢弹把它挤小化 那用来 就是炸坑啊 他要用水坝 工程使用 工程使用 对 这个全世界没有人敢试啦 开玩笑 就只有他敢 因为他领土很大 能试验的场地很多 所以你就是难以想像这个国家试过哪些东西 那这个一定有留下记录嘛 那各种参数嘛 就是这要调到哪个量 那炸出来的效果 会有什么效果 对对对对 那战争的时候他如果真的用出来的话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用氢弹 他就有一个 比较小规模的 那不会有辐射啊 就吓死大家了 本来就是啊 因为他真的用过啊 所以我说这个国家 其实美国心里 美国也从来没有想 想说敢打俄罗斯 不可能 俄罗斯是国家谁敢打 不可能 他想要让俄罗斯用自杀式的方法 自己毁灭啊 当然啦就是崩溃吧 俄罗斯这个国家事实上 我坦白说啦 是 我们现在世界上 唯一 真的研究过如何毁灭美国的国家 他有 毁灭美国的计划 那也 根据这个计划设计出一些武器 那是冷战延续下来的 对 可是那个武器到底存不存在 可不可用 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都有文献的啦 比如说有一个炸弹 听说一炸不是一个城市消失啊 是一个州消失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 谁敢试啊 是啊就是这样啊 那你武器做到这个级别 大概只有俄罗斯这个国家会干这种事啊 那他也研究过很多 后来世界末日不是 把那个拿去拍电影嘛 就是 那个黄石公园如果爆炸 就会产生连续爆炸嘛 那甚至造成美国国土的断裂 这个也是俄罗斯研究 怎么让他断成两半 我觉得要炸 要就 美国的 那个软肋就是黄石公园 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防止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大堆火山在周遭 所以你只要引爆就连续炸开嘛 那 这个是一个地质的巨大现象 我们人类的科技还没有能力 做防护嘛 所以你只要被炸到你就完蛋了 就是这样 你不能把那些火山都封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处理 那可是那个后果会极其严重 不是只毁灭美国 可能周边都 都会有极大的后遗症 就是你可能会消灭地球某些地方 哇塞 电影剧本的 可是这个真的在 军事计划上有研究过 俄罗斯真的是 就是一个 科幻的国家 不可思议的国家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良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我们再见